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圈圈猴 今天咱们来继续沼泽激战第二章的第十一关 那基本上还是这个成群的鳄鱼大军 咱们对抗这群鳄鱼还是要更快速的迅速解决战斗 那虽然咱们是有这个防守能力的 但是最好还是不要与他们进行短命相接 因为很可能对面会出这个什么水下的这个胀气鱼啊 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伤害 因为他是进行水下潜行的 过来的时候并不是很快啊 但不过现在看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些成群的这个鳄鱼啊 那鳄鱼的话基本上是靠数量取胜的 那他这个伤害并不是很高 那尽量多配合一些这个冰箱来更快的进行打击这个鳄鱼大军呢 如果对面是剩下一个怪的话 那尽量给他流点血 逃给我们这个子弹上膛作为一个必备时间 或者说就宁可让他如果是自爆怪的话 让他进行了一个爆破 这样的话咱们宁可损失点血量 把子弹上满在他第二波的时候迅速攻击啊 不过面对成群鳄鱼 咱们还是比较虚的 因为他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那如果是稍微少一些的话 对于咱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应对的办法吧 那鳄鱼的数量太多 但是咱们这个虽然是喷子 但他的这个范围并不是很给力啊 所以对于喷子来说 他明显是不合格的 估计还会剩最后一波啊 最后一波的话咱们要更快的去完成 哎天上过去这一波啊 不是很给力啊 这一波怪也太猛了 天上出现这么多蚊子 下方大量的鳄鱼 那咱们今天可能没准备是陨落在这啊 但没关系啊 咱们这个是冰箱 有冰箱的话是自然不会陨落的 哪怕你这个数量再多 咱们集体冰冻 哎就是20个冰箱 咱们磨也能给对面磨掉啊 所以对于咱们来说 稳扎稳打还是一个比较制胜的规则啊 好的 咱们这个时候可以冰箱一波 也可以跟他对决一波 那还是冰一波吧 因为咱们这个血量要被迅速打没啊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酷玩 咱们先回来 哎呀 感谢观看